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八字 己是丁丑回味心有 这个八字是说 他到底能不能做生意 因为他已经负贷300万 我们先不管他的300万 为什么 因为做生意 要先看有没有财运 假如没有财运的话 基本上做什么生意 只是越来越怎样 越糟糕而已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他现在是在甲旭大运 甲旭大运来说 我们可以知道甲旗一合的时候 丁去克星 那还ok 那还ok 这是他的一个财运 他的地支 我们就可以知道 似火生旭土 魏土 丑土 生有金 所以他的一个排列组合上 一直都没有很大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来讲的话 他的一个财运上 其实基本上他是蛮适合去经商的 不管是在这一个运或下个大运 火来生土 生金 来生水 都ok的 他都是ok的 唯一会比较弱的 在人生大运 人生大运的话 丁壬一合他没有财运 地支四生一合也没有财运 所以这一柱 就是他人生来讲 财运上算是一个低潮 好 他的财运 既然没有问题 可是他怎么 还会破财到负债三百万 这个就是我们要来讨论的一个点 明明财运没问题 他为什么还是会负债 很简单 他的负债是在戊虚 戊虚一年 我们就会知道说 在戊虚一年的时候 他的八字会产生一个什么 火生土 来克日主 所以在这一年 他就会产生一个日主授克的一种特点 日主授克的一个特点 再来 隔年己亥 亥水在地支 土克水 他也一样日主授克 所以他连续两年 并不会过得很好 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一件事 你的一个八字的排列组合 虽然漂亮 但总是会有什么 危机的时候 总是会有危机的时候 往往一个危机点没有过 各位 他的三百万 并不是台币的三百万 是人民币的三百万 也就是说 是以台币来讲 他的数量非常非常大 是上千万的 在这一种情况下 各位 你一次的一个失败 你后面的一个运程 来讲都好的 这时候 请问他会马上就大发吗 他也是要慢慢的 先把这三百万还清了 再说 更何况 他在后面的运 你以为就全部都好吗 也没有 为什么 因为 他还会遇到一个奎莽 奎莽他日主又出甘了 他日主出甘的时候 就会日主受克 是不是 就要特别注意 收定再来一次的倒掉 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各位 你要了解 不是 一个好的一个运势里面 就怎样一帆风顺 没有 而是 一个好的八字 我们先找出 他是不是适合做这一个行业 他的方向在哪里 方向你找出来了 总会有危机点 所以我们就要让他避开这个危机点 好了 我们已经知道他接下来是奎莽 他下一柱大运 他下一柱大运是什么 是奎有 对不对 他下一柱是奎有 奎有大运 我们就来看 奎有大运的一个状况 先看天干 是不是 火生土来生金 对不对 又来生水 一连相生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十天干在这里面 他扮演的角色 甲 甲几一盒 他会变成怎样 金生水 克火 所以甲能用吗 不行 他变成是破财 鱼 也还ok 不太会有怎样 丙 也还ok 不太会怎样 丁 也还ok 不太会怎样 戊 戊癸一盒 戊癸一盒 那各位 还是一样 火生土还生金 挤 挤土克 癸水 好险 还有个心金杖 对不对 羹 这个就都没有什么问 心 那个还ok 刃 丁刃一盒 没有用 鬼 出干 自己日子出干 要注意 也就是说 他在下一个运程里面 有三年 天干有三年 他就必须要特别注意 天干有三年 他要特别注意 所以那以地支来讲的话 地支来讲的话 就是要特别注意 这个四伙不要被克 然后他就生 还有一个不要日主受克 亥 这两个 地支就比较没问题 天干 他的一个问题 就会比较多 尤其 各位 你要了解 癸 是他必定会日主受克 这一边你看 在甲运的时候 戊土会克他 可是在癸运的时候又不会 这一边就会跟各位讲 就是说 不是所有的年出来都会有一样的一个现象 也就是说 同样的五行一出来 他的排列组合就不一样 也就是说 大家常常在讲 我的用神是金木水火土的哪一个 那是很危险的一件事 从这一边你就可以知道 就是说 相同的字出现不代表相同的运 各位 因为大运会改变 他就会产生不一样的一种现象 所以各位 我们要了解就是说 在批命的一个过程当中 你要了解 像这一个人 他就没有躲过一个所谓的危机点 他没有躲过危机点 结果你看 他现在是以负债300万为起点 开始想要打拼 当然 不可能赚了钱 全部就怎样自己花了 当然要去还负债 所以像他这种八字来讲 以他的八字就是很多人常常会犯的 就是说 我好棒 我的运程都很好 我会一帆风顺 对 可是在一帆风顺当中的危机点 你稍微的一不胜 就跌落谷底 有太多太多人都是这样 我的学生有太多太多都是这样 身价上亿的照样把你跌成负债 身价千万的照样全部归零 各位 多 你们会觉得说千万还会归零 亿还会归零 都会 怎么不会 甚至还都妈还变负债 对不对 客人中更是一堆这样 为什么 就是一个危机点 他没躲过 他一个危机点没有躲过的一个情况下 造成了重大的伤害 他可能 有的人 有的人 各位 可能花二三十年去填那个坑而已 就不是像你们所 看那个名人传记一样 破产三次又爬起来三次 很多人一次的破产就爬不起来了 所以各位你要去了解 现实 现实 你不要老是看他妈伟人传记 看他妈你雄心壮志的 结果他妈去做了以后才知道 他妈的 原来他是伟人 你不是伟人 你是平凡人 原来你是那种一倒就再爬不起来的那一种的 所以各位要去特别注意这一点 所以我们很注重 危机 危机 并不会说你这个八字怎样 富贵成就很高 好好的努力 不会 一定要注重在什么 他很适合重商 没有错 可是还是有危机点 他危机点 他还是要注意 为什么 因为你假如有做生意的 你会知道 只要一年的不顺 很有可能他之前十几年的努力都没有 各位 不是 他以前都很赚钱 今年稍微赔一点那会怎样 那是工作人的心态 对不对 工作人都用家法的 对不对 你在工作的时候你都不知道 他们只要一年的一个不正常的时候 整个后运 是会非常非常的麻烦的 你工作的话你顶多这个月 对不对 你是每个月固定领薪水的 这个月不给下个月也给你 对不对 所以你比较不用去烦恼这个 可是做生意不太一样 他只要一年的一个机会 他出问题了 就整个完蛋 甚至我学生 曾经拿过一个上市公司负责人 因为这是他的客人 他的客人 我就说在这一年他要注意 他说对 就是在这一年上市公司都可以换负责人 各位上市公司都可以换负责人 所以各位 你以为他们身价义的 有意义吗 在他们的一个位阶里面 只要一年一个不注意 哪里的义 很快就都没有了 所以各位你要去了解 这个就是一个危机点的重点在哪里 要不要解 一般人当然比较不用重视这一个 一般人都在工作职场 工作职场顺顺而已 对不对 所以你就只要每个每天准时上下班 时间到就给你薪水 所以一般的人看的是官运 而不是财运 可是你做生意的人不一样 因为你做生意是要拿钱出来的 而钱各位他不会等你的 了不了解 你这个月你给人家拖延了 你就后面就一大堆问题在那边等着你 所以做生意的人 他为什么很重财运 因为他的财运只要一出问题的时候 那个很快速的就会爆发 他跟一般工作的人不一样 官运出问题 只是跟你妈同时间处的可能不好 他就觉得工作很烦而已 可是他们做生意的人 一旦财运出问题 妈生家都有可能赔进去 那是不一样的一个点 所以做生意的 他都特别特别重视他的一个危机点 他都会重视他的一个危机点 原因在此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